我来坐山了,两块两块,五人骑着 这个五人驾驶了,五人驾驶 三个车排,这个是牛肠,这个是牛肠 看没有,汤铁公司里面已经成了全部都烟完了 里面是火哈 整个里面都烟完了 就在隔壁里面,电视了,汤铁,你看这都看着 楼底按着电线 对,我不汤了,下午不气了 绑子撑款了,绑子撑款了,看着好下的哟 朋友们,朋友们,你们看,这就是我的家乡 这就是我的家的走位,虫来像这样子 吓人不,现在娃娃子来说通 从,过都过不去,你看现在虫来像什么样子 还有河水 路都过不大,全部堵死了 现在我就站在这个,虫来自己放屋啊,树子啊 全部把,全部堵死了 看,现在娃娃子在这儿 看,现在娃娃子在这儿 我会在这儿 他已经在这儿 看,现在娃娃子有点好 你稍微看,现在娃娃子 看,现在娃娃子 那就会很高兴 我是什么 不知道 我好像在那儿 在那儿 我过来 水来袭的这个景象呢 现在到处一片是亡人了 人水汹涌 7月26日呢 河北昂洲市 前来就发布了 这个暴雨 四人疫情 在过去三个小时呢 剑齿线降水达到了100 风险还是比较高的 现在看到的就是洪水来袭的景象了 这个洪水的快淹没了 这个剑齿这个桥了 而且洪水已经漫过了 这个河边的堤坝了 河边那个堤坝的富兰呢 都快被淹没了 洪水的流速呢 也是非常快 你看 非常汹涌 你看现在这个河水 迈过这个地方 跟原来没有爆发之前的这个河水的对比呢 已经长了三米到四米高的这个这个位置了 现在呢 这个河边是因为浦江暴雨 导致这个广运河的河水迅速上涨 而且这个洪水道能把有些汽车重转了 当今呢 现在已经进行了交通网络管制了 整个城区呢 现在就 不会让那些汽车前往这个城区了 进行全面的这个交通管制了 看到很多汽车呢 来不及开走 现在都泡在水里了 所以在这里也提醒 遇到暴雨洪水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开车外出 而且有你开车 的话 不要停在这个低洼的地段 一定要开往高处的地段 这样子才不会被这个洪水冲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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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整个汽车县的县城一片茫洋 就像一片大海一样 到处看到的都是洪水 现在这个当地的这个消防救援 也赶快转移这个受换的群众了 这个街道本来是行车 现在都直接是开车 你看现在当地的小伙伴 真的紧急转移受换的群众 看到这个洪水呢 已经淹没了一楼的位置了 看到一楼位置 有些电波的位置 已经一楼快被淹没了 看到这个洪水的水倍还是蛮高的 而且根据最新的这个消息呢 长江水粒在7月26日14点10 就是今天下午嘛 长江2020年第三号的洪水呢 在长江的上游已经形成了 一季在7月27日晚 到达这个三峡大坝水库 入库的这个流量呢 将达到6万立方米每秒左右 所以当前的这个防洪的形势 还是非常的严峻的 现在持新线的这个广运 河水这个水位呢 还是不断的这个上涨 已经超过的这个浮板 快把这个桥面都淹没了 这是公图端那个桥 桥已经出哪个的 但是这个当地人就在这个位置 这就是在这个小位置 而有人已经被困到这个一楼的位置了 河水已经涨到了一楼的位置了 荒洋大海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遇到洪水的时候 就不要停在河岸低洼地段 尽快要转移到高处安全的这个位置 躲避这个洪水的袭击 然后这个洪水把这个汽车冲走 太凶了 这个洪水 那些汽车感觉就像玩鸡车一样 被这个洪水冲着到处飘走 然后消防人员只能用游泳去 去救援受困的这个群柱 这个洪水非常大 看到这个很多电线的地方 也是特别的危险 所以这个遇到洪水的时候 还有电线的地方一定要躲开 避免粗电 现在这个消防人员 赶快转移受困的群柱 尽快转移到这个安全的地带 受到强项的这个影响呢 此心线的这个广润的水位呢 在7月26日 这个城关水位呢 达到559.9米 高以警戒水位2.95米 现在看到有个这个公路呢 这个路段已经被这个洪水冲毁了 相关的救援人员 只能步行全境来进行 都是那么少的 是一种不再来 在我们的打扇